知名網路書店伯克萊是台灣第一家網路書店 但是卻爆出勞資爭議 一名打掃婦人指控與伯克萊簽了二十幾年的承攬契約 按照規定沒有三節禮金 勞健保也沒有退休金 但是實質上卻被要求上下班打卡 工作時間和打掃範圍都受到控管 疑似假承攬真雇佣 二十幾年了啦 沒有給我勞健保 沒有任何福利 我就換了一頭換再忍耐而已 承攬契約和雇佣契約的福利差很大 如果簽署承攬契約相當於沒有固定收入 也沒有勞健保或提拨退休金以及資遣費 因此也不受到公司監督 但是若是簽署雇佣契約 公司必須定期給予固定薪資 三節勞健保等福利 律師認為博克萊讓打掃婦人簽承攬契約 實質上做的工作內容和形態形同 雇佣契約 用這樣的情況對公司的好處就是 他可以省下這個勞健保跟勞退的錢 那這二十幾年來 你就一直放著都當作沒這回事 律師痛批怎麼也沒想到 網路書店霸主竟然會做出這種事 做實了富心多事讀書人這句話 政大教授劉鴻恩也不滿表示 身為博克萊的資深鑽石級會員 實在無法接受 看業者優雅的拿著刀叉吃著弱勢者的人肉 不少網友灌爆博克萊臉書痛批欺負老實人 雇佣便承懶還鑽法律漏洞血汗資方 欺負老人家他雖然很知名 就不會去買他們家的東西 就是不支持他這個做法 對此博克萊業者回應溝通不足 將盡速提出各種與當事人成為雇佣關係的方案 並與當事人懇切溝通 這起爭議延燒勞動部回應 會請地方政府了解詳查 如有違反相關勞動法令也應裁罰 但是也提醒民眾在求職時與資方簽訂的契約 務必要睜大眼睛 看清楚 記者是翁佳玉台北 常報導